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哎呀,最近电脑业全部一窝蜂冲向人工AI智能智慧去发展 更诡异的是,连CPU大厂Intel在13和14代K版CPU 给它电压超过头,让CPU直接缩钢 性能直接变成文书等级的CPU 或是燃屏时机当机重现 偏偏在我手上都是这类CPU 为了避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惨案发生在我身上 我只好先停止需要CPU测试的影片拍摄 再等到今年第四季看看有没有新局面发展 所以在这等待期间,先来升级我家里面内部有线网络速度 因为现在新一代的主机版都配有2.5G一代网络孔 几乎都快成为主要标配都不使用它 真的太可惜了 但是天真的我还以为找到一个很好的拍片题材 结果当我在寻找要用哪一家2.5G交换器时 却被它的价格吓到又给我狠狠的打脸 天啊!现在2.5G交换器价格怎么还是那么贵啊! 年最基本入门级5个插孔都要1999元 8个插孔也没有好到哪里 就在多1000元高高挂在那里 哎!无奈!我只好上虾皮网站看看有没有人在卖二手的商品 结果不上还好!以上真的让我吓一跳 在上面可以找到蛮多2-3线的大陆厂商制作的2.5G交换器 它们的价格真的便宜太多了 我大概找了一个卖家 它的2.5G交换器算是便宜一些 而且其他购买过的买家也说不错用 但在购买大陆品牌电器商品时 一定要问清楚 它的电源插头是能在台湾使用的110伏特吗? 还是只能使用大陆欧规220伏特的大电流 千万可别买错了! 明的回台湾不能用 由于这卖家已经卖光没有货 反正都是大陆厂家 上淘宝网找一下搞不好价格可以再便宜一点 结果一查 yes!淘宝上也有在卖 然而点进去看了价格差点没晕倒 5个插孔加一个10G光纤孔 只要台币580元 另一个8个插孔加一个10G光纤孔 只要886元 妈呀!这也太便宜了吧! 这价格交换器能用吗? 但看下面先前购买者的留言、反馈和使用心得 都说做工品质可以 散热效果还不错 性价比高 看完评价我马上可以放心一半 再来就是我有问卖家 他配的供电插头可以在台湾用吗? 这卖家回答我说能用 而且顺便把供电插头照片传给我看看做确认 他是可以在100-240伏特电压下使用 插头规格也是符合在台湾使用 而不是三只脚 那就废话不多说 买一台回台湾来测试看看 那现在来开箱看我买了什么东西回来 首先介绍是我买的两个USB3.0 2.5G网络卡 它的插头分别为Type-A和Type-C 我准备把它用在我的群晖DS918和2017 21.5寸iMac 都升级到2.5G的内网速度 它的价格也不贵 一个大约台币在260元起 主控晶片是台湾螃蟹卡RTL8156BG 如果你的老电脑要升级内网速度 建议买这一个装一装最方便也省事 当然这东西台湾虾皮也有在卖 两者价差大约在100元左右 就看个人取舍了 那来看看它的做工和品质是如何 哇!不错哦! 全铝合金外壳 还喷杀雾面处理 这做工品质真的对了其他260元的价格 我买了这一组是不能换线的USB3.0 Type-A 另一组是USB3.0 Type-C 做工品质也一样水准 没有太大问题 两组的现场是一样 总长度约在28公分 够不够用就看个人需求了 最后是我选购的2.5G交换器 整体包装的保护性很好 飘洋过海寄到台湾不怕摔坏的问题 在盒子右侧有产品名称和产品资讯贴纸 打开上盖后内部设置也是干净利落 嗯!不错不错 在内部配件有一个交换器指滑垫 贴上放在桌子上才不会滑来滑去 再来是一张产品合格阵 一个供电插头插角式美规样式 输入可用在100-240伏特电压 输出是12V和1.5A 最后是我们的主角2.5G交换器 在外包装和机身固定也是很讲究 一点也不满乎 嗯!不错不错好评 那这次我买的是8孔位加一个10G光纤孔 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太便宜了 当然一次把它背齐 免得到时候不够用又要再多花运费前从大陆买回来 它的散热孔则是开在左右两侧 我是蛮希望可以在上方再开出大面积散热孔来加强散热 可是这样相对你的吃灰量也会变得很大 我想厂商应该也是考虑到这一个问题 所以不开孔减少自己不必要的麻烦 它的12V电源插座是在背后 而且还在旁边多了一个接地孔 来减少其他电器的漏电干扰 考虑的蛮周全的 在前方左侧是电源指示灯 再来是8个2.5G插孔 最右边则是一个10G光纤插孔 但对我小小工作室来说是真的用不上 因为光升级到10G的交换器 每台都是台币破万元 真的不是我这等级的YouTuber可以承受得起 那在它的连接指示灯大家要多注意一下 如果是走在2.5G是会亮橙色灯 一般1G到100Mbps会亮绿色灯 所以你连接后一直无法亮橙色灯 请检查一下你的电脑主机网路孔位 是否插在2.5G孔位上 而查一下你的网路线是否8条线路 都是正确会通连 大概问题都会发生在这两个上面 好那外观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来把它打开看看内部的用料是如何 不错嘛 内部设计和焊接都是干干净净 没有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粗糙感 在上盖金属用料也很扎实 不在上面再多打一些散热孔 对我来说就真的太好了 再来是交换器的主机板 看起来做工也是干干净净 没有大量焊油在上面 在交换器主控晶片是盖上超大散热片 才卖800多元的2.5G交换器 真的是佛心公司啊 一般厂家可能就是小颗散热片贴一贴带锅就好 告诉你便宜东西你还要求那么多啊 行行吧 那这散热片不知可不可以拿起来自行修改或替换 诶?不会吧 连散热片也是焊石在上面 不是光用刷面胶贴一贴就好哦 哎呦!真的搞缸哦 再拆下来确认看看 哇!没错! 这散热片是用5点支角焊接在主机板上面 让它的散热接触点在多年使用后多人保持一致 妈呀!这8孔位加一个10G光纤孔 只卖800多元真的没搞错 还是它的传输档案速度有脱料来平衡一下它的成本价格呢?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上期测试一下就见真章了 在开始测试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要达到2.5G档案传输速度的最低要求 就是你的网路线不能低于CAT51等级 如果有预算最好建议都能升到CAT6等级以上 传输速度会再快一点 但因为我先前买了一堆还有库存和预算有限 就先暂时使用我手上这一堆CAT51网路线 等做到大间工作室要升级10G内网速度再来更新线材 那也建议大家能备一组打线工具在家使用 目前我手上这一支工具才199元 最近使用上也都很顺手不卡卡 该有的功能一点都没有少 非常适合在家自行DIY打线制作 也很容易上手失败率也很低 但如果你是团队工程拉线使用 建议不要买 因为这有点阳春还没有到专业需求 好都没有问题开始进入档案传输测试吧 那首先来看看原本内网1G的传输档案速度 测试档也是我们常用的52GB档案 里面有226个档案夹 好开始测试 目前的传输速度大约可以在110-114MB每秒 所需传输时间大概是7分30秒 依这种慢速传档对我们做影片剪辑分享档案真的不行啊 可能去大个遍回来都还没有传完也说不定 所以在未升级前 我都是使用USB 3.2M.2外接式硬碟 来做两台电脑的影片编辑资料传输 接下来再看看我们升级到2.5G内网传输速度 测试档案一样用52GB档案 好开始测试 哇对嘛 这传输速度才够用啊 目前传输速度大约可以稳定在280MB每秒上下 完成时间只要3分钟 足足比先前卫升级时快了一半速度 大概是喝个水回来就差不多可以完成了 而且我用手试摸交换器外壳的温度 也只有一点点温热完全不烫手 还达不到冬天可以当暖手宝的水准 这样散热表现真的很不错 也让人放心夏天不会有热档机的问题出现 但不知为什么从M.2 SSD传到2.5寸MX500到75%出现掉速不稳定问题 但还好到87%时MX500就又恢复正常写入 速度也能维持在280MB每秒到写完 和先前测试MX500一样有快取空间用完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反过来传档测试 从MX500传档到M.2 SSD上面 好 开始测试 目前测试写入速度一样可以维持在280MB每秒 上下写入时间也是3分钟 在前段测试的传输速度 MX500和M.2 SSD 两者都能保持在稳定写入水准 但在测试到后段时就是M.2 SSD的强项 到75%之后也是稳定在280MB每秒 快速写入到结束 可见在升级2.5G内网传输速度 是可以超越2.5寸SSD固态硬碟的写入需求 完全是不扯后腿 也不拖累写入速度 想要打破M.2 SSD写入要求 我想升级到5G以上的内网速度 应该可以给M.2 SSD内网大量写入到极限 所以经过这次2.5G内网速度升级和测试 大家应该可以了解 你应该要升级到哪一种内网速度 但我个人建议是一般普罗大众和家庭工作 使用2.5G内网速度就非常够用了 而且升级的设备花费也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在10G网络设备还没有普及降价时 我觉得2.5G网络升级是不错的选择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影片见啦!